除舊不新過好年 但有些臟屋實在很難清 搶在年底找專業的幫忙 一下子清潔溜溜 年關將至預約倒斧打掃 得提早好幾個月 疫情趨緩居家大喚新 清潔公司訂單揭滿 但人手吃緊加上工資漲 不得不調整價格 像是一般大掃除 平日四個小時兩千元 假日兩千兩百元 不過到了二零二三年七月 就會調升費用 漲兩百元 另一家清潔公司 在過年前一個月先調漲 本來兩人各四小時四千八百元 但春節前一個月需要五千六百元 增加八百元 專用清潔劑 科技海綿 都是消耗品 用過一次就得丟 清潔工具等等 隨著原物料上漲 物品 人力 高單價支出 居家清潔 各家漲幅不同 填補成本的缺口 沖水清潔任何角落都不能放過 不少人趕在農曆年前大掃除 這些是大家心中魔王冠 浴缸旁邊那個膠條 還有就是馬桶的那個縫縫 還有洗手台 就是窗戶玻璃要 就外面都會很髒 兩面都要插那窗溝 就是用就是一條抹布 解決所有的事情 大部分民眾不外乎拿起抹布 就直接錄 不過像這樣的大掃除神器 你用過嗎 電動刷頭放著轉壓轉 洗浴室角落 或是換個刷頭 也可以拿來清玻璃 有別於過去 在家用純人工刷 刷還要省力 藏污納購處 也馬上清光光 但還是有缺點 如果立調姿勢沒控制好 小心髒水到處亂噴 打操起來變得更麻煩 年前大掃除神器 網路熱銷的還有這個 大掃除常常都要這樣子 東擦擦西擦擦 不過蹲久了常常會腰痠背痛 現在有了這個 你可以坐在上面 邊坐邊打掃 輕鬆又方便 無論是拿來用坐的打掃 減輕身體腰部負擔 或是用合適椅來搬重物 都顯得方便許多 根據居家修繕賣場統計 隨著年節將至上榜神器 Top3有這些 包含第一名的伸索餅 未預刷或是排名第二的 無痕雙層刮刀 第三則是手壓旋轉拖 過年前大掃除的人潮 會越來越多 那信用用品的話 預計會成長到三層左右 打掃神器百百款 雖然大部分人偏愛傳統做法 但不妨也試試不同神器 輕鬆打掃家裡過好年 三地新聞中之為 羅沛與台北 採訪報導 Dwight 非常好 為啊 修捷 燈 B